吴子靖到江夏叹区时 他把诸葛亮请到江东来 鲁肃心里是非常高兴 他想让孔宁劝说劝说孙权 与朝军开仗 按现代的话来讲 鲁肃是主战派 他最怕孙权 与朝朝蒋和 蒋和为名实际就是投降 如果要投降 那孙权就算全完了 所以子靖特别着急 孔宁先生也愿意和曹操开仗 不过自己的力量太单 以外留到没人马 连个地盘都没有 只有联合孙权 这样真的跟江东联合起来 破曹不难 所有两个人这一路上 在船上弹得很投机 船到财商 这个财商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 下船的时候 子靖忽然想起个事 孔宁先生 我有个事情得跟您说一声 什么事你说 您见着我们孙将军 您可千万别提 曹操是兵多将狂 你怎么谈都行 就是别谈曹操怎么厉害 人马怎么这么多 至为如何 啊 子靖你放心吧 我见着孙将军 自然有话对他 他也没说说啊 也没说不说 子靖就陪着孔明先生 先到拐弥 那就是现在来讲 就是冰碗招在所什么的呗 李子靖那是十分热情 可以说是盲前盲后 陪着孔明先生吃完饭 子靖在想想呢 想在这儿再坐会儿 一会儿喝点茶 然后呢 再回家去 清洗一夜 明日更衣 去见孙将军 谁知道啊 二位刚吃完饭 欢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把鲁素给叫出去 过了一会儿啊 子靖就没告诉孔明说 我有点事得回去一趟 孔明一听 那你就请便吧 子靖跟着来人就走了 这人干嘛 这么欢欢张张的 找乳酥了 感情啊 孙全知道子靖 有打江夏回来 他立刻找他来见 感情逃逃来训了 现在孙全正在 据文武于大唐之上 那意识呢 子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快 他来到大唐上 这么一看 哎呦 这怎么了这是啊 这些人是分钻议论 有的人生 面线惊慌之色 大家一看子靖来了 暂时先不言喻了 子靖连以为啊 孙将军要问问他 江夏之行呢 等他走进厅堂来 孙全先打桌子上 拿起一封信来 子靖 你快看 曹操派人前来下书 我把下书人已经打扶走了 这封书信 好厉害啊 子靖赶忙把信接过来 一看这信的内容啊 上面完全都是曹操的口气 他说 我送皇帝玉兆 是举兵难征 梁从已经束手被擒了 京乡两地的黎民百姓是望风归顺 今天我董徐兵百万上将千元 打孙和将军你指的是孙全呢 会列于江夏 共发留兵 然后咱们是同分土地 永接蒙好啊 信物观浪 数次不应 这哪是书信呢 这是西文 要真是正常通信 还能写雄兵百万 上将千元呢 说我德京乡杀死刘从 那意思你也要小心点 现在名义上我是和你联合 你得听从我的调遣 这道西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让孙全 骂降 鲁肃赶忙关了一句 主公遵义如何呀 那你俩说怎么办呢 孙全用手指了指着文武 那意思子敬你别问我了 你听听诸位的 你刚才来不是听见了一耳朵吗 这不是正嚷嚷的吗 这时候张昭就过来 他把信接过去了 又看了一遍 然后轻轻的把这封书信 往桌子上一放 子敬啊 我有几句话 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子敬信心太应该讲了 张昭先生 您就请讲当面吧 自敬 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 意思我看是 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 结成蒙好啊 是共勤留备 我想啊 咱们赶快投降为上 想了人家别打 打不了 因为曹操巨凶兵统重架 已经兵尽将领 眼看就要得下口 兵取东吴了 谁要是跟曹操抗衡 谁就得束手背擒呢 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 是拒之不顺 原来啊 我们敢与曹操争锋 那是借长江之险呢 我们有点平常 我们有点平常 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 曹操与我们共之了 人家得了一半去 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 以御之见 就是听我的主意 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 要想六郡平安 百姓乐业 还是行为上啊 当着的话刚说完 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 此不知言 是也说得太对了 咱们干脆就想了吧 这叫上和天意下顺离心 No 顿时间听堂上 是一片纳祥之声 卢子敬回过头来 看了看那些原武将 这些武将一个说话都没有 但是都立着眉毛瞪着眼睛 鼓着腮当子 看样子美人是一肚子气 怎么不说话呢 感觉刚才已经说了一气了 没说过这些谋士 他们呢 都是主战派 这些武将都打算打 可是呢 没有更多的理由 叫人家这些谋臣给说倒了 这些位要讲就是上哪儿抡刀 那都是五虎上将 可是要讲就是谈话呀 差一大截子 嘴都有点笨 所以这些位呀 就在那儿憋着气站着 孙权低头不语 过了半晌 他站起来 我去跟跟衣吧 绕过了影坪换衣服去了 郑家谋臣一看 哎 将军怎么走了 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办法 就是投降 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 那么怎么走了呢 这更衣的别名就是散堂了 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 多认将军有吩咐咱们再来吧 对 文臣武将都走了 只有子静没走 他绕过围平啊 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 来到书房里 孙权正在屋里在这儿来回走呢 看子静进来 他高兴了 他知道子静看出他的心事来 过去拉住了子静的手 子静啊 刚才那些谋事都说了 让我归顺曹操 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哎呀 将军 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 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 您也不能大降 可降不得 那么您没看 京香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 刘从不是降了吗 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 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 我们降可以 我们降了曹操 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 甚至于呢 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 将军宁可就不同了 如果说曹操 不动杀机 不想除掉您 他能给您一块地 一辆车一匹马 那您大不过是个封猴而已啊 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 成其霸业 统一天下啊 那意思就是 谁想都行 唯独您不能想 是只能战 战则升 行则亡 孙权听到这儿 常常叹了口气 唉 知我者 紫敬啊 这真是天赐 紫敬 迂辜 孙权 很伤心啊 因为他没想到 曹操这么一封书信 把东吴的这些谋臣 给下的全要投降 实际是为了什么呀 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 妻子老少 团聚平安 就顾不得孙权了 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 那么江东三世纪夜 这不就完了吗 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 那比紫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 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 紫敬才来了多长时间 但是就这么样相知 能够解劝解劝自己 而且陈说厉害 孙权很感动 那真是眼里寒着泪呀 紫敬啊 你说得好 我听你的 不过 我也有为难处 我为难什么 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 就是打得过人也打不过 战倒可以呀 咱们人马不足十万 垂陆军全算上 我听说 曹操灭了袁绍之后 得了他几十万人马 取了京香 垂陆军 他又得了好几十万 不管他乍成也罢 实际也罢 那叫百万之重啊 原来呢 咱们江东倚仗着 是长江之险 现在已经不险了 张昭说的对 曹操 把这长江给拿过一半去 所以曹操来信 口气才那么大 我也很担心 要是再跟曹操打起来 咱能是人家的对手吗 紫静听到这样 说主公民不必担心 我已经从下口 把诸葛亮醒来了 此人早已运筹了 破曹之计 不过诸葛亮说呀 他自己呀 人马很单 倒愿意和咱们联合 主公 我在他跟前啊 夸奖为您 也不算做夸奖 因为您做的也真好 我说您是礼贤下士 现在这个人正在管弈 准备要见您 侵权这么一句 哦 哎呀 诸葛亮来了 我听说此人 是个了不得的能人呢 哎将军 您要重看此人 一定要以礼相待 您得对他客气 要不然 我说这话 好像都蒙骗了人家诸葛亮 那不能 你放心好了 主公您是不是 现在就见进来 呃 等一等 说到这儿 孙权呢 打了个尘 自尽啊 我听说孔明这个人物 可是非常了得呀 刘备为请他是三顾毛茹 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 刘备是如鱼得水 如虎天意 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 这次曹楚兵尽心野 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前了 主公您说的不错 哎 可惜呀 主公您可惜什么呀 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 会落到刘备的手里 鲁肃听得到还笑 主公 这您不用着急 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 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 联合起来破曹 等打灭了曹楚之后 您就可以生服了刘备 那么诸葛亮 不也就是您的人吗 所以现在您必须以恩后相待 孙权点头 我记住了 不过我不想现在见他 而子敬 我想先让孔明啊 见识见识 我东吴的人才 你看这么这么办好不好 然后我再见孔明 行吗 可以 祝公 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 有劳子敬了 您歇息吧 子敬供来供首 慈别孙权 又回到管义来了 孔明先生还没睡呢 一看子敬回来了 哎 子敬 听到这般时候 尚未安歇 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 先生有所不知 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 哦对了 我还把这信带来 请先生过目 说着子敬 把那封信交给孔明 孔明接过来看了看 啪 往桌上一摔 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 这是一封西文 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 书信里面的口气多大呀 干嘛提凶兵百万战将千元呢 再有很大的威胁性 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着这些信做 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 这是叫你们投降啊 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 吴侯什么主意啊 不瞒先生 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另外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 还劝我家主公投降 哦 行了 天也不早了 子敬早点安歇吧 那么这 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 有劳子敬 说着孔明把子敬给送出管意 临分手的时候啊 子敬又嘱咐了一遍 孔明先生 您用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 请您千万不要说 曹兵兵多见广 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 怎么又叮嘱一番 好吧 子敬 愿会见机而行啊 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 回到了管意 几乎是一夜未眠 这一宿这教度没睡好 什么原因 孔明这担子很重啊 都国量他本身再大呀 他不是神仙 这次乘一夜小舟 跟随子敬 由江夏来到东吴 那是有重重困难的 刘队趁多少兵啊 有几元将 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 如果要是跟东吴 联合不起来 那么自己主公刘备 就得让人操操吃了 还谈到什么霸业 自己此次到这儿 单身入虎穴 咱多大风险且不说 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 你要想说服孙权 你刘备联合破槽 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 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 就算把他投降派说服了 那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 可明知道 宋泉身边有三个智囊 那就是周瑜鲁肃 张昭张子步 现在看来卢子定 是个坚定派了 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 张昭可能要投降 这周瑜好不好说呀 要说服不了周瑜呀 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 你想这一大堆事 孔明先生能不想吗 一想想个大半夜 你出点头绪来 天也快亮了 这才眯了个嘴 早晨起来洗漱完毕 吃过早点 紫静来了 哼 紫静把衣服换了 由里到外 沾得凝凝 历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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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见过孔明先生 我陪您去见吴侯吧 走吧 先生 您是骑马呀 您是坐教 孔明父到这拐义呀 离吴侯府有多远 呃 紫静 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 不太远 过四条街 骑个胡筹 就到了 哦 那咱们不用骑马坐教了 就走去得了 我就是观光观光 柴桑的风景 哦 哎 子军想这也不赖 咱们让孔明先生看一看 我们都如这人都怎么样 您看吧 一个个精神百倍 满面红光 别看潮州大兵压境 我们柴桑这儿还挺稳当 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 心里头也有个笔数 那我就陪着您走吧 孔明 由鲁肃陪同 犹打管义 出来 奔吴侯府 街巷城倒是很热闹 谁也没太注意 说紫静大夫陪的是谁 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 诸葛亮 走了一段路 紫静告诉孔明先生 已经到了 哦 哼 孔明先生一看 这吴侯府 怎么跟孔庙似的 孔明明来过 不知道哪是吴侯府 实际上不是 一看这地方 奇迹飞烟 雕梁化洞 奇花异草 翠竹甲山 很悠久一个所在 营店的大厅十三间 民族省挂着一幅暴帘 那就是对脸啊 到这就叫暴帘了 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上边是运城为墨 下边是绝胜千里 哼 口气不小啊 天堂门的正军中 立额上 有三个大字 极贤堂 孔明心想 吴侯怎么住在极贤堂呢 我听说 江东有一座招贤馆 是紫敬来了之后 给吴侯出的办法 在这招纳贤士 哦 这还有个极贤堂 他也没太介意 紫敬心里头有书了 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呢 他就把孔明先生 给让到屋里 进到屋来 孔明一看 哎哟 呼 屋子里虽不是高铬满座 盛有如云 坐着的人也不少啊 一个个是年纪不等 桃色不一 一分七色 赤城黄绿青蓝子 鹅官不带 大秀书卷 端端正坐 气势逼人 诸葛亮一看 哎哟 行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 再看上手放着座位 再下手斜侧面啊 还有个座位 诸葛亮心想 哦 这上手座位 大概是吴侯孙权的 那么下手那座呢 怎么问 准是给客人准备的 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 孔明先生一进门 屋里的这些人 全站起来了 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 原来想都在这坐着 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 可如今此境陪着孔明 游打外边望里 咱们一走 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 不明自主的 全站起来了 看孔明年纪不足三十岁 头戴军金 身披荷肠 就给砸碗 就把这在座的 都给震了 尤其是啊 孔明手中的这把 额毛大扇 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啊 是文雅大扇 机敏聪慧 心疯和善 气宇玄昂 从容不破 潇洒 偏离 所以这些位谋臣 都不自主的站起来 子敬赶忙 想前一步 给孔明先生引荐 挨着个儿的荐 荐不过来 人太多了 只是把前排 就做的这几位 给孔明先生建计 其中有张昭 张子布 张红 张子刚 于帆 于仲祥 布志布子山 薛宋薛静文 陆济 陆功继 严峻 严难财 成炳 成德书 今天江东的这些 重要谋士 几乎都全了 可是唯独没有诸葛景 就是孔明的哥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没出场 另外也没有 吴侯的踪影 哦 孔明当时就知道了 看来吴侯 今天不露面 上手这座位 是我的了 这时张昭和紫静 赶忙相让 先生请坐 请坐 孔明大大方方的 就坐那儿 紫静在下手相陪 这时候屋里头 叽叽叽叽 一片议论声 哦 这位就是南洋 卧龙啊 是的 诸葛孔明 对对对 说他出的山来 火烧薄旺 大败曹兵 真是啊 他年纪不大 能有三十吗 不像 呼 这次上江东 干嘛 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 他是来游说 我主孙权来的 他能有这本事 说的我主孙权 与刘备 联合破槽 你等等 咱们看看 张昭先生怎么办 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 心里暗响 哎呀 看来这是有所安排 今天这一场舌战 是难以避免了 孔明先生侧目一看 在这集贤囊外边 窗根下 隐隐绘绘的有人走路 那不知是什么人 为什么没进屋呢 这时张昭 正在偷延 打亮孔明 心说 就凭你诸葛亮 小小的年纪 来到我江东游说 现在你种流选头 连个渣族之地都没了 哦 你想把我东吴 当挡箭牌呀 拿我们电队呀 没那便宜事 今天我张昭 在集贤堂内 用不得三言五语 说到你孔明 然后我让你灰溜溜的 走出江东 好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